有六种反舰飞弹 都是冲着中国军舰来了 从宫古海峡到巴士海峡 从日本 台湾跟菲律宾 一炮口都对着中国 菲律宾拿到了超音速的 布朗默斯的反舰飞弹 它超音速三马赫 也是超音速三倍 菲律宾现在把它放在 西旅宋岛这个地方 也就是冲着中国的军舰来嘛 对了 东米刚刚讲说 美国最喜欢什么 它最喜欢包围 最喜欢拉帮结派 你现在用这样的方式 把芬兰 瑞典 这个冰岛 这些国家 全部加起来 我直接连着 直接手牵手对付俄罗斯 而在整个西太平洋里面 从韩国 从日本 台湾 菲律宾 全部连着一线 那大家讲菲律宾那么弱 没有 你说现在菲律宾有点像 飞无下阿蒙 因为现在刚刚讲到 它连线在印度给它的飞弹 它都已经就定位了 对 没错 那么过去菲律宾给大家的印象是 它的武器系统比较老旧 所以那么对中国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最近菲律宾拿到了 印度的这个相关的 超音速的布朗默斯的 反舰飞弹 你知道菲律宾拿到了 布朗默斯的反舰飞弹 形同什么吗 形同什么 现在从宫古海峡 因为中国的这个船舰 要经过 要到太平洋去 宫古海峡跟巴士海峡 两个海峡是最重要 通过的地方 包括它的航母战斗群 包括它的这些军舰 都要经过这些地方 那么从现在开始 从宫古海峡到巴士海峡 从日本 台湾跟菲律宾 有六种反舰飞弹 都是冲着中国军舰来了 那么布朗默斯 有六种飞弹 没有错 布朗默斯是什么样的 一个反舰飞弹呢 它超音速最多2.8马赫到3马赫 也就是超音速三倍 那它是从这个印度呢 跟这个等于说俄罗斯 那么所发明出来的 那么印度呢 有意无意利用 因为它跟中国在这个 新马拉雅山上面有边界之争嘛 所以它利用这个机会 把它跟俄罗斯呢 所发展出来的布朗默斯的反舰飞弹呢 用在菲律宾的身上 也就是某种程度上借刀杀人啊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菲律宾把它买了 大概有三套的这个布朗默斯啊 一套有两个发射器 它跟这个印度版的不太一样的是 印度版一套发射器有三枚 可以发射三枚 那么菲律宾是发射两枚 但是问题是 菲律宾现在把它放在西旅宋岛这个地方 也就是冲着中国的军舰来嘛 那紧接而来呢 那么它的海军彈弹队又有这个菲律宾 你知道菲律宾有很多的海岛嘛 已经菲律宾的岛主 私人的岛主 把土地直接捐献给菲律宾的海军录战队 所以它未来呢 在这个菲律宾沿着整个南海 有三个据点 部署这个布朗默斯的这个反舰飞弹 这个反舰飞弹呢 射程有300公里 直接就在最近不是常常 这个中国的海警船啊 然后常常去冲撞这个菲律宾的海警船 这个地方在哪里 黄岩岛就在它的社区射程里面 所以呢它是完全冲着这个 等于说那么中国在南海上面来的 它部署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啊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是部署在哪里 部署在巴士海峡的最南部 请问一下巴士海峡的北部是什么 不就我们吗 屏东 对没有错 那我为什么说总共有六种不同的飞弹 因为呢日本也在相关的这个海域呢 也在宫谷海峡这些岛屿呢 宇纳国岛还有宫谷岛石渊岛这地方呢 部署那么即将射程呢 从200公里直接拉升到 准备现在真的拉升到1000公里的 那么12式的反舰飞弹 那台湾有四种的反舰飞弹 台湾有什么呢 大家常听到的熊二飞弹 熊三飞弹 熊三飞弹的增程型 基本上熊三飞弹的增程型 事实上呢是熊三飞弹的改良版 那么它的射程比熊三飞弹增程 两倍以上400公里 而且它的速度更快 然后呢还有我们跟美国买的 400枚的鱼叉飞弹 单台湾有四种 然后日本的这个十二世 跟现在的那么菲律宾的布拉莫斯 我问你啦 六种飞弹守在不同的两个海峡 那敌人就有一个 就中国啊 所以呢那么紧接着来 都是冲着中国 都是冲着中国来的 对 所以炮口都对着中国 虽然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 但问题是炮口全部都对着中国来的 我告诉你 那么中国以后 它的军舰要过东国海峡 它的军队要过这个什么巴斯海峡 它就得面临它要战战兢兢的过 它不是我浩浩荡荡的过 它要战战兢兢的过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包括台湾的熊三飞弹 跟熊三飞弹增程型 各位可能不知道 我们的飞机已经四射成功 用熊三飞弹的改良版的空射型 也就是说熊三飞弹呢 不再只是在这个等于说 固定的这个地方发射 在船上面发射 或是陆载版的这样子机动发射 现在连飞机都可以发射 所以台湾熊二熊三 熊三增程包括这个等于说鱼叉飞弹 我请问你 世界上哪一个舰队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面对四种不同的这种台湾的飞弹 立刻反应 立刻全部都击溃 没有这种舰队 我可以告诉各位 所以以后中国的舰队 不管它是山东号 辽宁号 福建号 还是未来的山西号 不管它在过公国海峡 跟台湾海峡旁边的巴士海峡的时候 我请问你 他还能够这样子 那么逍遥自在耀武扬威地经过吗 我们现在刚刚讲的是 赖金德现在变得非常强硬 而且现在根本就是 他就是战斗派 战到底冲突妥协进步 而且他现在也对中国来呛下说 没有守战集中战 甚至讲说 现在中国根本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 刚刚讲 美国人真的已经在那后面了 而且我觉得连习近平今天都是讲 他原来去年跟冯德莱一样 是美国逼着我要打算 我才不会上当 是 宝杰哥 今天为什么我们讲说 赖金德会硬起来 其实他的勇气是习近平给的 当他在黄埔军校讲那段话的时候 请问一下习近平先提出了什么答案 习近平说 我才不会打台湾了 这是美国的阴谋 习近平说 这个美国想要以台灭终 所以这换言词 请问一下中国共产党在近期 在赖金德任内 敢不敢去碰台湾 等于不敢 习近平已经讲了自己 没有这个能耐 而且也不敢碰台湾 才会讲这种话 所以赖金德就硬起来了 赖金德当然硬 是你给我的勇气 我当然硬起来 所以你看赖金德在黄埔军的时候 讲话非常硬 首先他在讲说什么 第一个我们没有守战 集中战这个概念 很明白的是一巴掌 就是玩马英九脸上 忽过去嘛 他在讲说什么 我反面的就是 当你开打的时候 我绝对给你打持久战 我绝对给你脱场 我会让你中国变成俄罗斯嘛 是不是这个李文本是这样 第二件事他说 而且他说 我跟你讲我们要学会如何区分 比我区分哦 由我 各位 请问一下我们台湾 唯一的敌人是谁 去解放军啊 我们要区分什么解放军 看你男的女的黑的白的吗 不是嘛 所以他在讲的是岛内嘛 他这一巴掌 是打到国民党里面嘛 所以你知道 赖金德光是在黄埔军教 这段谈话 不只是一巴掌打到习近平 一巴掌打到国民党 甚至他也再度重申说 中华民国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各位两国论哦 绝对互不隶属 你就知道 当现在美国给他的底气 以及习近平给他的勇气 赖金德全面的印起来了嘛 好那刚才讲的 现在只是说嘴巴讲一讲 他凭什么这样子 前两任的印太司令部 刚才刚才讲的 一个是阿吉利诺 一个是帕帕罗 两个都说 今天如果有任何风罪 早洞的话 他们要干嘛 他会让这个地方变成地狱警官 那你想地狱警官 只是互互人吗 没有 现在有越来越多清楚的资料 甚至现在美国也讲得非常清楚哦 如果真的中国要打台湾的话 你要动用多少飞机 你要动用多少的铁路 你要动用多少的设量 你要动用多少的船只 那个美国都在监控中的 是 宝贵哥 现在我们讲 为什么赖金德有这样的底气 因为美国是玩真的 先前是不是跟大家介绍过 所谓的地狱景象 也就是说我在包括你的 整个大陆的 想要进攻台湾的 第一岛链这个区域 我布置了数以千架的无人机 只要你一出洞 我马上给你轰炸 结果现在发现 真的在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美国总共分两阶段来进行 第一阶段就是我要彻底的勤收 换之你中国的一举一动 通通在我的掌握之中 比如说他们就在计算说 这个中国如果想要进攻台湾的话 比如说他们要动用到 几千台的这种后勤的 我们讲的卡车 以及火车运量的载具飞机船舰 全部到多少 这个数字通通在我的掌握之中 而且他全天候的 透过所谓的卫星系统 来进行去监视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更可怕的是什么 更可怕的是美国连包括相关的船舰 以及我们讲的无人机 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现在有一个最新计划 你说要做什么吗 他们说我们要让舰艇上无人机 可以直接进行垂直起降 各位你知道这个关键在哪里吗 因为原本我们是不是跟你介绍过 包括菲律宾北部的八摊岛屿 早就有部署美国的 我们讲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甚至海马斯 但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他如果说船舰通通可以起降无人机 比如说我们讲的女武神 甚至新形态的研发的垂直起降的 这些公司六家公司 所生产的垂直起降无人机 那请问一下数以千架的地域景象 会不会是一个梦 当然就出来了 对嘛因为原本最困扰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从何而来 因为无人机它有所谓的航程的问题 它的航程非常短 我不可能把所有无人机放在菲律宾 也不可能全部放在 那个我们讲日本的西南铸造 所以他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什么 透过这种垂直起降的方式 来透过海上 我直接可以趁敌不备 我可以直接起降之后 所以按这个图 他每个地方随时都有他的起降平台 不只是无人机 更可怕的是什么 水下载具 我们先前是不是跟各位大家介绍过 所谓的这个 黑海风格的自杀无人舰 那你想想看 未来空中面对所谓解放军 它有可能来的空袭 甚至有可能来的船舰 有可能来的单位 不只得要面对空中无人机的轰炸 甚至在海面上 也有所谓的无人机舰艇 来进行攻击 甚至更甚者 各位你看到这是什么 这是美国所最新推出的 我们讲地面的这种无人机系统 叫做GUVS 这个GUVS它一样是所谓的挣扎一体 也就是说当发生的战争危难的时期的时候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空以及海 会第一时间去阻然大陆舰艇之外 他们还会透过所谓的无人载体 直接把这个所谓的无人地面部队 派到台湾上 派到台湾上它可以进行什么功能 因为这个UGVS呢 后面还有这种小小的这种无人机侦查 等于说它可以透过侦查到敌人之后呢 马上第一时间 透过这个无人系统来进行打击 所以我在空中飞的地上跑的水里面游的 都是无人的 对 保德哥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另类的总体商 万一是美国都已经想方设法 全部都已经想好了 也就是当你大陆发动第一几的时候 我的无人机会先去阻攔你 我的无人舰你先会去阻攔你 我的诸岛上面 我一百多个岛里面的海马斯 以及我的海军陆战队 会突袭不被打到你 就算真的有给你零星的人 登陆到了台湾本岛的时候 我的UGVS也会第一时间将你见面 那解放军面对到的迹象 难道不是地狱吗 好 玉峰 刚刚讲的现在 顾虑雄越来越强 现在整个政府都是鹰派 那顾虑雄之前讲 现在是老共干嘛 你们根本是麻烦制造者 那大家也在说 那你现在台湾买了很多武器 根本就没有到位 还没有 他说现在本来的托式飞弹 2B的飞弹 本来没有 他说年底会全部交货 不但是这样子 我们之前买的F16V 我们的很多的东西 也会快速抵达了 对 过去来讲的话 很多美国要给我们的这些军售 已经签了合约 已经说要给了 托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给 我们讲托式的2B一分 装甲飞弹有多么厉害 很多的装甲坦克车上面 还有一个加盖 所以一般的弹道 打到它是没有用的 托式2B它是两阶段的 它前面先有一个打破装甲 然后再一个90公分身 把你炸进去 所以你在前面加固 在上面加固 完全没有用 它先有穿甲功能 它就把你穿甲之后 第二个弹头才会进去 你进去还可以杀90公分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个是坦克车的一个杀招 我们2022年就跟你讲买了 买了多少 买了1700枚 到现在来讲的话 它交货速度是多少 0枚 所以一直都没有来 那今天来讲的话 顾力雄其实应该是set好的 故意让委员来问 然后就告诉大家 不用担心到今年年底 1700枚都来了 全部到货 没错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我们当初买的 你出货也没有问题 出货没有问题啊 本来美国卖给台湾东西 拖拖拉拉 甚至他以前卖给台湾的飞弹 还不放在台湾 放到了关岛 那让很多台湾人觉得很不爽 可是现在不是了 现在第一个是 你现在很多的飞弹 我可以直接叫F-16的维修零件 F-16的维修零件 F-16的维修设备 可以直接从美军 空军的仓库里面 直接搬过来 现在你讲说 我这托式飞弹 已经欠你两年多了 都没有给你 没有关系 今年年底会全部补足 今年年底1700枚的托式飞弹 就要来了 然后呢 现在来讲的话 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真的在改变当中 没错 这个就是重点 重点就是这1700枚 如果任何的问题 如果生产有延迟的话 怎么可能说来就来 就表示说 早就货 已经握在手上 就像你这个棚屋 你看标枪飞弹 满货柜 满个仓库都有 所以当老美决定要给你的话 什么都给你 对 托式飞弹要来了 标枪飞弹已经到了 然后呢F16V到今年年底 也要来两下原型梯 来进行一个测试 所以呢 这个风向已经改变了 老美决定要给你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来了 而且刚才讲的 其实顾力雄有一个是 他是一个杀手 他之前在金管会的时候 本来以为说 你不会去对付这些金融单位 他一路的杀 到了这个所谓的国安会 也是一路杀 他现在到了股方部长 他要杀一个单位 我也觉得很惊讶 但是我举双手赞成 他说他要督导中科院 中科院在过去以来 以前是国防部的 现在已经改成财团法人 过去来说 你很难去动到他 为什么 因为中科院他就告诉你说 我们的预算 你一定要给我们 不然的话 我们要怎么研发 我们的飞弹 对不对 过去中科院来讲的话 你根本是拿他没责 为什么 你卡他的预算 你不行 因为他要做雄风飞弹 他要做天工飞弹 如果你不给他钱 那他怎么来做这些飞弹呢 但现在来讲 孤立雄不管了 他之前来讲有个消息是出来说 我们有没有无人机舰队 我们有没有无人机的这个机队 我们都有 可是呢 我们的无人机会怎么样 又龙又瞎 我们的无人机飞过去之后呢 跟乌克兰的不一样 乌克兰是有无人机看到之后呢 可以精准定位 看哪里打哪里 我们无人机出去 就像是我们的空拍机一样 拍了一些照片回来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不是马上可以定位它的经纬度 因为我们拍完没有经纬度 我们要人工目视 我们要拿以前的航图来面对它 然后呢做成两张透的 然后在那边磨 你现在来讲 战争都打完了 战争都打完了 人家乌克兰是看哪里打哪里 FB炸下去就没了 你现在来讲还要拿这个透视 然后来对 如果是在战争的时候怎么办 战争的时候一个赢就不见了 所以来讲 他要弄一个单位来督导他 要告诉中科院说 你现在要好好的做事 不能够在混水摸鱼 你看 像美国队我们真的不一样吗 今天问到说 脱子飞单2020年就应该来的 一直不来 就现在来的全部都到位 而且之前讲嘛 你现在F16很多的维修设备 维修的弹药 维修的领件 居然直接从 怕你太慢了 怕你来不及 直接从美国的仓库里面来提供 对 当然就美国内部国会有在监督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美国自己也非常清楚 台湾如果被中国拿走的话 它都没得玩了 那整个国际社会来讲 整个会翻转过来 毕竟来讲的话 中国如果拿到AI的相关的 重要的晶片 它美国这个围堵 这个中国的东西 就全部破功了嘛 所以对拜登来讲的话 现在为什么 你看顾力修那么有底气 赖清德有那么有底气 这个做法完全跟 以前阿扁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阿扁当时是被美国压着打 现在完全不一样 多说一句话 你就是troublemaker了 是啊 你看 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 互不隶属 这个从520一直讲 军演之后还在讲 一直讲 讲到现在至少讲三次了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赖清德一直讲一直讲 你知道阿扁的时候 其实讲的类似这种话之后 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对 这个就被美国压压去 然后接下来后面来讲的话 就尽量少讲这些东西 但是接下来不一样 整个氛围气氛完全改变了 那也就是等于是 美国对台湾开了绿灯 什么叫开绿灯 只要在一个底线 没有越过去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美国是认可这种做法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其实顾力修 他也讲到一件事情 今天他作为国防部长 我们讲说他最大的东西 就是法律作为他的工具 今天不管契约 合约或者是所有的东西 你没有到位的 我一律要开始追究了嘛 所以为什么叫监督 为什么要开始做这个 他真的要监督中科院 对 监督中科院 包含中科院 你至少你要 不是承诺要多少时间 要研发出什么东西 要做出什么东西 特别来讲的话 你今天无人机 中科院的重点 也是放在无人机的这一块 台海未来战事也是在AI化 也是在战争化 无人载具 无人机 这些中科院你要顺势的做出来 那你跟美国之间的合作 美国人家都来教你了 因为现在中科院被很多人取疑说 他现在有些单位 根本就跟买办一样 你跟买办你不是自己来做 你根本就是发包出去 这种东西他觉得 中科院本来我们都觉得 是全台湾最神秘的单位 你是研究技能 研究能量最高的单位 搞到半天你都发包的 所以现在 发包就在 发包东西还不好 对 本来他是国防部的一个单位 大家要认为说 他很神秘啊 什么东西 机密啊 什么都不能讲 但是后来行政法人化了 行政法人化的话 基本上你要编略预算 你要干嘛 你有合约 你要根据这些东西来做 这个什么的监督的 所以现在其实 顾力雄也在抓这一点 你这个基本上 你后期补给没有抓好 你的这些相关的研发大会 没抓好 你怎么打仗 所以现在其实顾力雄 他今天有底气来讲这些话 或者是说他现在 做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绝对也是有人授权 那另外就是 现在从阿基里诺到帕帕罗 都讲说两岸会出现 那个地域的景象 如果中国胆敢犯台的话 你从空中地面的这个 所谓的潜舰啊潜艇啊 全部都会无人化 他们现在真的已经在做了吗 已经在做了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美军根本没有办法 短时间可以持缘整个台海 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 这种无人载巨 也不需要太多时间 就可以持缘台海的 基本上你看到习近平 现在讲的话 有点是被什么 美国吓到的概念 你知道习近平跟冯德莱恩 讲这句话 跟他对内面讲这句话 讲说什么 这个美国要借由台湾 来毁掉中国 其实习近平也讲到一个概念 他说这个他提出的2049的中国梦 这个中国伟大复兴之梦 有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毁于一旦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美国已经给他很多的正确的警讯了 但是其实习近平也释放了一个讯息出来 我们也知道说结果解放军是不能打仗的 解放军如果能打仗的话 怎么会有所谓的这个借台毁中的可能性呢 那中国不是要把台湾拉回来吗 中国跟美国立场吗 结果你说借台毁中 那为什么会毁中呢 代表美国 中国的解放军 没有那个实力可以跟美国这边来对抗 所以一打就毁了 一打就毁掉了嘛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也有人认为说 这个其实是推脱之词 要压制内部解放军的一个士气 但是问题是 解放军真的能够打仗吗 这是一个客观上的问题 我们知道 帕巴罗他也好 或者是前面的Rob Harris等等这些 美国印太司令 他们其实重点就是说 让中国的不敢动武 怎么要让中国不敢动武 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知道说 我打再怎么打 也打不了肾上 宇雪 刚刚讲的 一鸣你虽然是中国的偷渡客也好 你今天中国的间谍也好 他从福州上船 福州上船了以后 在海峡中线大船换小船 然后直奔着我们的淡水河口 刚刚讲这个时间非常诡异 在我们的廉价第三天 第二个人讲的 你进到了淡水河口 淡水河口是我们的重中自重 淡水河口是我们的台湾的天下地关 我们的淡水河口 都是我们最重要的演习地点 还不止如此 刚刚讲 从山枝 巴黎 淡水 这里还有个关渡指挥师 关渡指挥师是我们的天下第一次 层层包围 这个地方是我们戒备最深夜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中国最想了解 这个地方的真实状况是如何 结果你在我们的廉价第三天 就跑来了 对 刚刚没有说 第一个淡水河口这边 你知道距离我们总统府 大概距离多长而已吗 多长 22公里而已 才22公里 巴黎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暂时的时候 用时数八九十公里来计算 你知道几分钟就可以杀到我们的大脑吗 几分钟 15分钟就可以杀到 所以当来要从城赫组去好好去防护嘛 再第二个你刚才讲了一个重点 巴黎 说时间点很怪 为什么 因为廉价的第三天的时候呢 通常这是我们属于海防 因为我过去是担任海巡署的 你是海巡署的牌照 副所长 然后我知道说我们排架的时候 第三天廉价呢 为了要体恤官兵 所以绝对是防守最空洞的时候 所以你看他选在这个地点 选在这个时间点 突然间跟你讲 六公里 这个六海里的地方 有一艘小船 然后飘着飘着 跑到了渔人码头 各位他是在渔人码头这个位置 就已经被挡下了 但你说这有可能是巧合吗 当然不是巧合嘛 他不是巧合 当然不是 那我听说 他想泰学什么 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的戒备 他这些戒备 如果被他知道了 会有多严重 当然是要测试你的海防 实际为什么我们讲 我来译一个系组给你听 各位最近你可能不知道 淡水河口 因为大家知道 共激老台 共建平平越中建 所以我们的各个营群都在做一件事情 扩建 扩建 再扩建 比如说我们就讲 以这个三支的海峰大队好了 海峰大队它属于这种 暗季巡防的 暗季巡防它现在在动什么 不好意思 把熊二熊三的发射车 原本它都是移动 对不对 它设置了大量的这种发射车 这种发射场 以及阵地 也就是说我先把这些地 划出来之后 扩建之后 让以后只要一旦有任何的来犯者 我立刻可以把发射车 移动到这些发射场 来作为防守 不管你是攻山 不管你是爱山 通通都可以做防守使用 所以说台湾最神秘的海峰部队 现在在三支这个地方 我们有它的所谓的机动车的驻地 有这个机动车的发射场 老板我们看 就在这个位置 等于说 我们的飞弹基地就在这里 对吧 这可以堪称是什么 陆海空大集结 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是防海 对不对 但另外这边是不是有天宫三行 这个是我们讲 飞弹防御连的第六连 它也在扩建 为什么 对上面的飞机 这边我可以对着海口打 这边我可以对着飞机打 那你说雨萱 那陆军呢 当然有 就是我们这个官子部 最近官子部 陆续传出一些消息 他们在干嘛 大量的侦射掩体 以及大量的侦射 所有的战车的停留地 什么意思 它比如说 它侦射了掩体之后 它就可以让更多的战车 进出到这边 所以等于是 它把这个沿线布置成 陆海空三军的天罗地网 你飞机想来我也打掉 你陆军 海军陆战队想要登陆 我也把你打掉 你如果舰艇 两栖登陆舰想来 我通通让你防的滴水不漏 所以你说这个地方 是台湾防御的重中之重 这个地方是台湾的天下地管 所以这个地方 它的防御设备 它的到底防御的能力 是老共最想知道的 当然而且各位你看看 我们之前是不是一直讲 无人机老台 这个我讲那个小case 因为今天当这个舰艇来的时候 他会发现一件事情 第一个 比如说我在六海里的地方 你到底多久的时间 可以侦测到我在 你有没有在监控 我再第二个 我可以深入到你 多深入的位置 因为讲白了 未来如果他们要派两栖登陆舰 派这种我们讲的浮艇 他是不是都是用海军陆战队 觉得是用摸的嘛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 可以去测试说 你的防御能力 跟我可以深入到的位置 但所幸我们这次国军 表现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海巡署其实他们说 我们在这个外围的时候 早就已经深入到它 所以才会强制把它带到 所谓的渔人码头这个地方 因为各位 你可能不知道 渔人码头之于关渡大桥 其实还有至少 八公里以上的距离 所以来讲 算是防范的非常早 好的 刚刚讲的 这个地方因为是 我们的重中制造 而且美国现在对我们台湾 刚刚讲 对台湾的安全 美国越来越重要了 所以刚刚讲 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M1A2 买了这个重型机车 我们之前做的所谓的演习 他就是要不防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只要敢 等一敢 等一个清败的话 我会在这个地方防御 还有过去 我们的汉光演习 层层防护 我们的汉光演习 做了刚刚讲的 我们的布雷射师 我的铁索横枪 所有的作为 这里都是第一关 对 保陵哥没有说 为什么 你讲说安宇轩 为什么我们要买一堆 坦克车放在海边 各位 那代表你不了解 什么谓的台湾的战略思维 我们一直在讲 叫做贪案间敌 为什么要贪案间敌 因为解放军 在登陆的时候 他在贪案的时候 保险哥是最脆弱的 你知道为什么脆弱吗 因为的确 他舰艇可以来 两级登陆间可以来 但请问一下 他人员要不要整备 那个叫做行政整备 比如说他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边转我的人员 然后甚至找到我的停留地 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个时间 把他殲灭掉 是最有效益的 但以前 你说殲敌于摊头 就这么来的 当然 因为这是我们台湾 最有战力的一个战场 那你说以前用的是什么 以前是用CN11 就是说蒙虎战车 包括云豹甲车 都在3234型的都有 但这些型号 因为他毕竟过于老旧 所以我们这时候讲说 美军我们需要一个 最新型的能够 摊岸尖底力气 这时候才会有这个N1A2 而且我们还不是买一般型号 我们是买N1A2X 换言之他的火力 比如说我们讲CN11 甚至比N60这些坦克 都还要来更上一层 之前我们在买这个N1A2的时候 大家讲在我们的平原这么小 我们台湾是多塞 你买这个N1A2干什么 就搞了半天 我们的N1A2 就是不省在海岸旁边 你只要登陆 你只要上岸 你只要做两栖 它就是最好的防御设备 而且它是机动的 它是动态机动 而且是快速打击 对没有错 而且不只是这样 我们刚才讲的是机动移动的部分 那说雨萱 但是固定的有没有 当然也有 这是什么 我们国家中科院自己研发出来的 我们讲这个叫自动化防御武器系统 所以雨萱这是什么用 各位电脑的轻软 什么意思 他是自己辨识的 换言之他原本这两个叫什么 T75机炮 T75机炮大家都有听过 但是他设置了两个T75机炮的时候 他用所谓的光电指挥 以这个knowhow去来了 在哪里 他可以自动识别 比如说这边有敌人 这边有动态 这边有侦测 然后电脑会自动把他 比如说有人进入到我们的范围之内 辨识之后不是友军 他就传出警讯 警讯之后呢 他会把他传到哪里 传回去指挥台 指挥台呢 就是在地下碉堡里面 不是在路面上 地下碉堡里面的指挥台呢 他就可以决定说要不要启动这个我们的自动防御武器系统 是因为我们这个MBA有这种无人机枪 对 没有错 而且最近的增设的非常多 因为我们国军的大量的采购 是从108年之后才开始采购 法律哥你知道这整个目的是什么吗 其实就是要建构一个叫做交叉火网的东西 你想想看哦 当你今天是解放军即将登陆的时候 你得要过五冠斩六将 首先你前面一面而来的就是一整排的削波块 对不对 等你削波块过完的时候 因为大型机具没有办法过去嘛 还有什么你放人员海军陆战队 徒步前进不好意思 有刘翅王甚至有战壕沟 而战壕沟里面呢都会有炮火猛击 甚至是就算你强行突入 因为我们等于是说 比如说这整条都封锁了嘛 他就引导他们的两栖登陆舰 往这个方向前进 不好意思你以为是天堂 结果没有想到是天堂路 你说我的机枪就在这里 对没有错 各位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行经所有的过程当中呢 除了他遇到什么电线杆啊 纵火锅啊沙暴冲冲除外不好意思 这边机枪也在给你打 这边云爆甲车也在给你打 这边N60也在给你打 这边CN11也在给你打 来我们讲了N1A2这边也在给你打 然后这边还有什么防空系统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设的绵密的交叉火网 让你等到就算上岸了 你最后也可能变成一台废电 好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示意图 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指挥中心 这是我们的一个雷达网 我们在雷达网后面 我们这边后面有火箭 有火箭的设备之后 我们前面刚刚讲的每一段距离 每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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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这个20厘米的 这个所谓的自动机枪 自动机枪刚刚讲的 我可以点对点对点打直打 而且如果是这个距离的话 我还形成交叉火网 对吧最可怕的是 我们刚才讲到的 不管是刚刚我们讲 这个自动防御武器系统的机枪 又或者是云爆甲车上面 锁上的机枪 又或者是N1A2武器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重点 它的口径大小都不一样 射程范围也不一样 甚至是它的高低落差也都不一样 所以变得是整个地面 包括沿海区域 你只要越雷池一步 各位不要忘了 还有什么 还有有布雷 海滩滩岸也是可以布雷的啊 但你空中想要活力掩护 也没办法 为什么 一堆工山爱国者 甚至防空飞在系统 都在那边等着 就是要把整个天下第一关 打造成铜墙铁壁 让你进都进不来 而且如果真的 你今天真的上了淡水和乐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终绝大杀招 什么大杀招 第一个 我们干脆把关渡大桥给炸了 我不太把关渡大桥给炸了 我旁边的高压电塔 我也全部炸了 我就要持续对方的攻击 对吧 你刚才以为说 哎呀 我们如果 那是不是探案被敌人攻陷了 等于我们玩完了 没有 淡水河才是苦难开始 解放军苦难开始 为什么 等到你走路到淡水河之后 你会发现 第一个离关渡大桥 还有一段距离 而且沿线会布置什么 大量的流刺网 甚至浮船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水雷 有没有 河口全部都放置水雷 所以你会遭遇到无数的打击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看着 怎么有一个汽油桶飘过来 不好意思 那也是陷阱 汽油桶 那是汽油 里面有汽油 对他有一个引爆 他就在等你来 反正呢 就是恶心你 让你根本没办法越过雷池步 但是他们如果都过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还有终极杀手舰 是不是淡水河口沿岸 淡水河沿岸 有很多的高压电塔 包里哥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 把炸了 把高压电塔炸了 两台高压电塔炸 请问变成什么 阻拦了 直接变成阻拦 那阻拦之后呢 完全拖延的时间 反正呢 就是千帮百计 绝对不会让你碰到 首都一根寒帽 好 谢谢 你是两两六是出来的 两两六是过去的 关渡师天下敌师 过去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关渡师天下敌师 带水河口 就是我们防御的重中之中 之前 蒋仲林在担任六军团司令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一个 在现在 你只要在这个地方当兵 你只要在这个所谓的关渡师当面 你都听过一句话 人可以死 但关 淡水河不能丢 对 好 我在两两位是参部长办公室 淡水河的作战计划 就在我办公室的 这个保隐箱里面 我要跟大家讲 蒋仲林来听 我们 这个四天的狮子会 或者演习 我是翻那个 那个 翻完蒋仲林就讲了一句话 人可以死 天下第一关 不可以丢 淡水河不能丢 对 好 我们四天的狮子会人权 我都参与了 八成都在想 怎么防水 淡水河口 一成在防守 基隆河 基隆河它是唯一可以到 恒山指挥所的 基隆河到恒山指挥所 因为恒山指挥所攻不破 因为它是背面 攻不破 进不去 只有一个可能 走基隆河突袭 所以这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阳金公路 一成讲这个 淡水河绝对绝对不能撕 你刚刚讲了 它到总统府 22公里 刚刚你讲交叉火网 漏了两个字 就在你国际作战计划里面 叫做多层交叉火网 多层交叉火网 多层 一层一层的 多层交叉火网 战车破机炮 这个飞弹 什么都把你弄住了 所以淡水河 你要进来 非常难 另外一个人讲 除了66旅之外 还有一个269旅 现在是两个旅 是台湾北部 最重要的 双起脚在那边 你说以前是海军陆战队的66旅 对 还有一个是陆军的269旅 269旅是机动作战旅 它以前叫雄狮部队 雄狮部队 它机动 所以机械 所以所有机械给它 好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现在台湾整个座大 第一个 要守淡水河 第二个 要守台北港 松山机场 跟桃圆机场 这三个 你空降 兵进来 我就完了 第三个 要守两个沙滩 台湾的淡水河旁边 有两个沙滩 绝对不能撕 一个是 诸位北梯沙滩 诸位北梯 好多好美 好多东西北梯沙滩 我告诉你 只要北梯沙滩 就被占了 淡水河 这个会被控制 台北港会被控制 对 好 第二个 诸位沙滩 诸位沙滩 就归269旅馆 诸位沙滩 重要是什么 你攻占诸位沙滩 瞬间 就到桃圆冲程机场 就到桃圆机场 那你占据桃圆机场 这个空运部队 滚滚而来 所以它是一层一层的 还有我刚刚讲多层是什么意思 多层 各位我告诉各位 我们的阿帕基直人机 已经受训练 但你河口一进来 我阿帕基直人机就上面去打你 我跟大家讲 我们最近秘密训练 老贡在这里 建了好几个新的直人机机场 新的直人机场 空中突击 你的北堤沙滩 你的猪威沙滩 你的淡水河口 你的台北港 因此我们就用黑鹰直人机 故意从这边飞过来 我阿帕基 我飞弹 全部去演练 空中拦截 就多层交叉火网中 最重要一个 我空中就把人打下来 所以各位要知道 这次淡水河 这样进来 不管是投奔自由 或是来设施 子母船 因为你的船要直接来 虽然是三个小时 太长 最害怕的就是子母船 所以这一次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好 因为刚才讲的 今天看到了 所谓人家就来这个子母船 进到了我们的淡水河口 你说这个东西 大概是恐吓的味道 作秀的味道比较重 真的你知道吗 你们现在研究 这种国防安全的 真的研究战略的 这两天其实最恐怖的 是华航的那件事情 华航竟然把 蔡英文总统的 蔡英文前总统 你这班表都弄出来了 这个太可怕了 也就是说 华航现在到底有多少杯渗透 而且你形容这个渗透 根本就像癌细胞 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 对 我们看这事情的时候 要整个全面来看这个东西 你知道 蔡英文在讲完 520就职演说之后 中共不是做 2024A的联合利剑演习吗 对 2024A 现在B还没有出现 不过现在他正在做一件事情 就所谓在B的演习之前 有一些什么预谋的东西 我刚查了一下这一位软性的 这个所谓的偷渡客 他是从林德出来的 林德 对 就福州的上面一点点 林德 后来我查一下 最近这几年 中共在林德的大兴土木 包含他殲-11 苏-30 苏-27 都全面进驻在林德的水门机场 你说那边一个军事重镇 对 那如果从那边飞出来的话 直接到我们总统府这边来讲的话 大概是5到10分钟就到了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人可能是哨兵 先通常来这个刺探军情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我会比较怀疑就是说 因为林德他非常特殊 他是很多的解放军的军事基地的所在地 他反倒不是在福州这种所谓的大城市里面 反倒是在这个所谓偏僻的地方 对 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是不是他是刻意的派这些人出来 刻意在骚扰以及在刺探我们所有的军情 对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防范的 那同时间呢 但我有好奇一件事情 那这个人现在已经收到检察官 这个人看来已经收押禁线 我可以把他关起来吗 当然目前是可以暂时把他关起来 因为我们涉及到刺探 比如说军事机密 或者是因为你是偷渡 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理由 我们不管什么样的理由 要要把他问清楚 到底他来的目的是什么 再来一件事情就是说 最近刚刚你提到了 华航的这个事情 这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本来是鲁继贤这个案子 是一个扯铃教练 对啊 他扯铃教练 怎么是一个扯铃教练能干嘛 怎么搞到跟我们所有的 军事部门能够搭上线 然后跟我们的华航也可以搭上线 原来他是用线上游戏 然后跟所有这些搭上线之后 一个一个套招 你知道他总共目前来讲的话 查出来拿了中共570万台币左右的东西 然后再分给这些 重点是什么东西 重点是我们蔡英文出访的时候 华航内部竟然有人把这个资料是给他 然后送到中国大陆去 那也就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有总统在海外的行程 哪一个据点 哪一个时间点 要降落在哪里 哪一个时间点 要做什么事情 全部都摊在北京的眼界之下 那本来应该是最高机密吗 对本来就是最高机密 那总统出访就是最高机密 那如果说我们 如果说今天总统出国 你所有的行程都被人家事先知道 那我要在国外进行斩首行动 不就很容易了吗 就是斩首行动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这件事情这是 难道是个案吗 还是通案 你想想看 如果说他这一个扯铃教练 就是单一可以去 这个所谓的拉出了这个华航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调度员的话 那如果他其他的华航的成员呢 还有别人吗 还有其他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种就是像一个癌细胞扩散之后 有些癌细胞他已经进入到某些地方去 你无法察觉你知道吗 那接下来我们赖兴德总统要不要出访 要出访吗 那出访的时候会不会做华航 那他在说华航的这个行程 会不会用一样的如法炮制 被送到北京去一份 那如果对北京对赖兴德那么的有意见的话 那是不是有可能有斩首行动的出现 那华航在干什么 你华航的内控到底在搞什么 是吧 所以我们就说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你看从现在海防的部分 再从所谓的我们在打入到内部 有关各个机构 包含陆海空军 还有华航还有海巡等等单位 我们可以了解到 中共他的所谓的渗透是无所不入的 那既然是无所不入的话 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些保房机制 或是保房的这个概念呢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其实 中共他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 进行一波的对台湾的 这个所谓的渗透之外 还做所谓的压力测试 所谓的压力测试 你看到这一次来讲 他刻意用短午假节的 这样的一个连续假期的时间 刚好第三天 对刚好第三天 刚好就是大家士官兵放假的时间点 一个空气准备地补的一个时间点 这时候他来做这种压力测试来讲的话 试探你的海防能力到底怎么样 步步进逼 然后来这个所谓进行斩首的作业 好 国陈 刚才讲到 美国当然现在对于台湾的安全 也越来越重视 因为台湾的利益 现在已经变成了 美国的一个核心利益 所以最近你们商业周刊 这个商周曾经做了一个报道 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公司 他这个神秘的公司 是电信公司 他跟美国的国防部 跟美国的五角大厦 跟他的这个所谓的国安单位 非常密切 他现在要来台湾了 他现在等于说要来开始 介入台湾的资讯安全市场 对 美国防卫台湾 已经到了资讯站跟嗨客站了 这家公司很奇怪 电信其实是一个特许市场 没有对外开放 一个标案都要上千亿 怎么会将美国公司跑过来说 我要提供电信5G的服务 怎么可能 台湾怎么会允许 一家美国公司来给你电信 而且他标榜什么 要守住资安 不会把资料外泄 而且是有营业秘密的 台湾半导体工程的高层 将是他的首部目标 就是他主要客群 就是让台湾这些半导体的业者 不会把资料泄密出去 所以你说 现在有一家美国公司 他跟五角大厦 跟美国国安单位的关系非常好 他来到台湾以后 他不相信台湾三大电信公司 就你的三大电信公司 可能把资料给外泄 现在他们要来把这个漏洞给堵住 对 你仔细查这家叫CAP的电信公司的背景之后 你就会吓一跳了 这是怎么样的公司 其实他的创办团队来自帕兰泰尔 曾经协助美军击毙过 宾拉登 当初的大数据跟定位分析 就是这家公司算出来了 那时候市值200亿美金 现在市值是500亿美金 专门在替美国五角大厦 提供资安跟全球定位的服务 所以当时要追杀宾拉登 根本找不到这个理由 找不到他人 是透过这家公司用大数据 才找到他在巴基斯坦的 他实时监控盖达组织 跟宾拉登的行踪 最后定位资料是他算出来的 所以这家公司在美国挂牌 市值非常高 创办团队出来开这家电信公司 也很奇特 他这个最新的标案是什么 在关岛街道 关岛的军事网路的订单 他要强化关岛的军事网路 而且他到台湾之外 老婆看这条图非常有一次次 他不只是来台湾 他接下来去日本 接下来去菲律宾 等于是在第一岛链 三个最重要的国家 他全部都要去了 对 而且为什么要强化军事网路 强化美国的网路系统 是因为去年五月的时候 那件事情他发现 美国关岛的网路系统 既然非常的脆弱 微软跟美国军方都发现 中国发生攻击的话 关岛的网路可能随时都会 被弹弯掉 而且微软已经把 这个海客组织定义叫 福特台风公司 他已经透过小型的家庭网路 跟一些路由器 其实可以入侵 美国军方的军事网路系统 所以这家CAP公司 就会接到这个订单 要强化美国关岛军事网路 接下来台湾 接下来日本 接下来菲律宾 而且他美国军方还发现 其实中国海客 像福特台风这样的组织 已经入侵了台湾一些基础测试 其实他随时有能力 去破坏台湾的电力设备 这是美国国文部官员 他其实透过这件事情 也发现这样的观察 因为我们知道 以前俄罗斯对付乌克兰的时候 他们一开始就讲 我把你的电网给断了 我把你的通讯网给断了 甚至我让你的ATM 也等于说 钞票也不能理出来 我造成你的社会大乱 结果当时本来以为 俄罗斯讲 我先这样搞你都成功啊 我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我再做一遍 没有办法成功 是因为微软已经进去了 微软已经把这个bug 都已经拿掉了 现在被怀疑说 中国对台湾 就像当年俄罗斯对乌克兰一样 也放了很多bug在里面 所以CAP的公司 最重要的任务 就跑来台湾 做所谓的电讯服务公司 就是要协助台湾 强化资讯站 网络站 而且第一个目标 就是台湾这些半导体业者 其实台湾已经成为 它资讯防卫站的一环了 而且这个公司有多厉害 之前中国 它有一个驱逐舰 在南海消失 大海茫茫 怎么可能找到这架船 就没有想让他们 透过大树去 它不但是透过大树去 找到这架船 而且它还告诉你说 你现在到底要用飞机 你到底要用船舶 你要用什么方式接近 你的效能最高 对 资讯站真的每天都在打 而且很多事情 是我们大家没有想到了 这也是这架公司 为什么来台湾开公司的原因 它的母公司 帕兰泰伦公司 其实它就公布这段影像 它可以时刻监测 中共军舰的方向 像这艘军舰是从 三亚港海南岛 三亚港出发的时候 它被推测出来 它的路径可能是往这个地方 台湾的南部 往台湾走 所以它马上调用军式卫星 因为它是跟美国军方合作 它可以调用军式卫星去看 这架军舰的方向跟目的地 是不是真的到台湾 结果影像一时之间发生问题 找不到这架军舰 跑不到哪里 消失了 消失了 结果它怎么样 它可以调动 从冲绳岛 调动无人机去监设 监测它 马上回传画面 而且知道这架军舰 是由武装 全武武装往台湾的方向跑 接下来它就会从 路径判断之后 它可以调动 因为它确认这个方向之后 而且无人机已经开始监控了 它可以选择提供美国军方 不同的决策模式 是说你始终从美国海军机 调逮捕食物 或者是直接跨越 一个是15个小时 一个是1.5个小时 当然它有很多风险 最后它选择是派一艘 美国民用的船舰 去现场监控 你看它从台湾东部海域 到了台湾 当时它发现 这艘军舰已经往北开 不会往台湾了 所以危机就解除了 可是从这件事情看出 其实资讯战已经无时无刻 无时无地正在打 拜登在接受 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对于两岸已经讲得非常白了 如果两岸真的发生战断的话 美军会介入 美军的海空军 会进到这个区域里面 这已经是对 中国非常严厉的警告了 那说了这个 非常严厉的警告之后 今天他就公布了这个信函 也就是他会卖给 台湾F-16的备品 那我们是外航人 我们看不懂 所以卖给备品 我买了F-16 你本来就应该卖给我备品了 你过去在空军服务过 你曾经是空军的 这个所谓的保防官 你说你看到这里面的内容 你吓死了 对 没错 抱歉 最近的这个拜登 似乎是对中国越来越硬 你看他接受 时代杂志的专访的时候 对台海如果发生战争 他有他的看法 另外他又把中国的经济 贬得一文不止之后 让我们想 他后续还有什么动作 今天美国的 他们的国防部 就释出了一个讯息 释出一个讯息是什么 我们准备卖给台湾 2.2亿美金左右的一个装备 要卖给台湾 那你想说 这个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对 想才2.21而已 这本年是这样子 F-16 Standard Spares and the Required Parts and the Related Equipment 就是这些东西 好 这是什么呢 他说是F-16的标准 跟非标准 还有修 维修 跟备用的相关的零组件 还有相关的备品 还有相关的这个设备 我都卖给你 你说我们今天 跟你买了F-16 你本来就应该卖给我们备品 卖给我们备品 没什么了不起 重点 在设备 对 还有设备相关 都完全卖给你 好 另外一个还有重点 在这个地方 This equipment will be transfer from the US Air Force stock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备品 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直接从美国的仓 国防部的仓库 就直接运给你 直接转过去 对 所以这些 那以前不是这样吗 以前都是透过军火厂商嘛 现在是美国政府 直接就 把我们现在库存的 就给你 好 那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说 以前我们台湾 对 跟美国 我跟你买军户 可是我要有一个中间商 搞不好还有两个中间商 等于说今天 台湾跟美国 我可以直接 做武器的交换吗 以前美国都还会 透过一个这个中间商 不然的话 你美国政府直接 卖给这个台湾武器啊 当然还这一次就直接 从美国军方就 美国军方的仓库 就直接移给你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宝姐 我们都一直在讲 F16来说的话 台湾是一个 世界上最大F16的机队之一 另外一个 台湾的汉翔呢 你不要忘记哦 前两天的时候 美国的国 他们军火商 才去看过汉翔啊 对哦 对 看完汉翔之后 他30个军火商来到台湾 他的第一站就是去汉翔 对 去汉翔没多久 两天之后就批准了这个 所以显见呢 他们可能来看了之后 觉得说 可以 可以还是怎么样 我们不清楚 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点 你要把它连起来看 就批准了这个 那批准了这个呢 我们可以确定什么 F16了 我们目前为止 他非常大在东南亚的一个 所谓的相关的维修工厂 未来可能真的会变成是 F16的所有东西 都在这边来维修 所以更确定的是 台湾现在的军火库 是跟美国的军火库 两个是互相连通的 对 我觉得这个意义 才是比较重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 等于说我们现在缺什么 我们可以直接搬过来 对 因为他有讲到 就是我们有跟他争取嘛 我们跟他争取说 我们要什么东西呢 结果美国就说好 那我们就愿意给你 对 所以等于是给的速度 还有按照我们的 我们现在等于是 我们跟他要什么 他如果有的话 他就会给我们 对 所以这个完全是不一样 以前我们要跟他要什么 有时候他还推东拉西的 有没有 而且我非常好奇是 我们今天买的量 到底有多少 我们这个设备 到底有没有多么样的高级 因为我们知道 你在保修里面 有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厂 你如果说 今天我们就可以担任到了 四级厂的一个工作 对 等于说整个亚太 备品我们有了 这个备品可能不只是台湾要的 搞不好是韩国要的 搞不好是 那个所谓的新加坡要的 搞不好整个亚太地区 备品的这个所谓的储存地方 对 竟然有可能在台湾 对 或许这是一个 长线的这个发展 孙大级事实上 现在暗示了什么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是越来越强烈 而且越来越积极 我就直接从美国仓库 把你要的东西 搬给你了 就这样子 未来搞不好会搬越来越多 你只要有需求 你提出申请的时候 搞不好都这样 因为美国 你以前在空军 你那个也是F16中队 没有这样干的 当然以前是 一定都透过 所谓洛克希德 马丁民间公司 这是民间交易 现在是直接政府 对政府这样对接 什么政府对政府 那是什么意思 承认你也是个国家 才会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 某些程度来讲的话 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 至少从这些动作 都证明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而且拜登在接受 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除了刚刚讲 台湾人最关键的 其实在两岸发生争断的时候 拜登是第五度表达说 我会介入 而且这个介入很清楚 就是我或许不会派部队 进到这个岛上 但是我今天会有海空军进来 而这个海空军 你是从日本还是从菲律宾 他予多保留 除了这个之外 他对中国真的 陷阱没有一阵后 他对中国充满了 轻蔑的一个态度 我们把整个文章 看得更仔细里头 他说中国老花的问题 真的太严重了 而且中国的经济 根本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了 对不对 实际上拜登在这个时代杂志的 这个专访里面来说的话 他已经把中国经济 讲得非常清楚了 他说你们呢 又老又穷 又穷又穷 对 你说他就说什么 你们中国是 too old to work 就是太老了 老大也是不能工作 所以他就说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什么 the food the no pick 这是什么 排外 排外 就两个 一个是你老啦 然后你又排外 所以你觉得经济没法倒啦 你看 他说如果 economic is on the break 就是什么 边缘 就是悬崖边 你现在在悬崖边了啦 the idea economic is booming 说他们的经济 如果我们做不好的时候 很好的时候 give me a break 你也刚刚好 他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等于是 其实他对中国 就是说 他们很老 没办法工作 然后他们现在又很排外 然后你们一堆人在说 中国经济很好 他们经济繁荣 你也刚刚好 give me a break 对 这就是他的意思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我们把它翻 这个用它的语意来讲 你就知道说 他对中国 其实经济的看法 是相当相当的 一个严厉的 那如果中国的经济 真这么糟 那习近平不知道吗 那习近平如何回应 现在连美国智库 CSS的中国经济万全 专家 居然讲说 现在习近平 对中国的经济 是四步 对 没错 这是美国智库的一个学者 他写了一个文章 他写文章 因为他研究 习近平研究了非常久 然后他认为说 为什么习近平到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太多的回应呢 他说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他不知道 那这也很有可能 他不知道 因为目前为止 中国很多真正的消息 是不会到习近平的手中 所以或许他真的完全不知道 第二个是说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一直不断的在 什么这个各式各样的旧房 旧经济 可是你可以看到 股市那些好像都拉不太起来 所以的确 可能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再来就是他不在乎 反正这个经济就这样子 他原本一开始就是 重视的是国家安全 再来就是不赞同 因为很多意见来说 可能你就要跟美国和好这些 他不认为说 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所以等于是说 他现在在主政下的中国经济 已经走到一个 似乎是已经没办法回头 就有点如同拜登说的 他们很老 然后他们又排外 所以这个就没有搞头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越来越硬 他们似乎意识到 如果时间在下去的时候 中国永远都不会是我的对手 好 题位 拜登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之后 才讲说如果两岸有问题的话 有争端的话 有冲突的话 他的美军会介入 这是第五次战略清晰 非常明白地表示美军会介入 可是这个讲完了以后 今天这个信件就出来了 那我们的外行人想说 我买F16本来就应该卖我的零件 本来就应该卖我的备品 你今天卖我的零件卖我的备品 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 你说这里面自治书籍 这里面代表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已经变成战略伙伴关系了 对 你看看这个新闻稿当中 其实它是泄露出 美国的一些相关机密在里面 你比照一下 左边这个新闻稿 它是什么 是2022年12月的时候 当时他卖 2022年的 对 新闻稿 当时他卖这个F16相关的备品 给台湾的时候 其实它里面并没有说 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 但是你知道今年来讲的话 其他文字差不多一样 有一句话真的非常关键 也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设备 它会从美军的库存当中 仓库当中转移给台湾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说 美国已经授杉翰公司 在台湾已经有一个 F16的亚太地区维修中心 而目前整个在亚太当中 又使用F16的国家 包含南韩 包含台湾 包含新加坡 泰国 还有这个甚至于潜在的这个国家 就是印度 另外还有印尼也是使用F16 你想想看这些国家来讲 他们并没有维修中心 假设如果说 未来他们要维修F16的时候 飞机坏掉怎么办 对 它的领主舰要换修的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台湾这边来讲的话 可以提供相关的备品之外 也因为这些所有的工程师 将近有100多位的技术人员 都获得洛克希德马丁的一个认证 认证 授权 而且他们每个手上 至少都有60几张证书以上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商机是非常大的 同时一个更重要的议题是什么 我们的军火库 可以跟美国的军火库 竟然相通联 因为这一点很重要吗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你知道吧 如果美国 以往来讲的话 是协助台湾进行 所谓的防卫型武器 对不对 它是透过一些商转 或是透过一些方式 但是美国它会有隐晦 官方对官方来讲的话 基本上都是幕后的黑手 但是前面会有厂商去对接 但是现在不也是了 这是从美国国防部的新闻稿 主动的发布出来 美国的所谓的空军的仓库 直接转移过来 那我想想看 如果今天台湾 我们就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2022年我们已经买了 为什么我们2024年还要再买 你说这个时间太近了吗 太近了啊 我们知道说这个F16 你不可能是每天在被换F16的东西嘛 唯一的可能性有两个 一种可能性是什么东西 一种就是最近这几年来 共军烧了台湾F16一直上去 可能耗损太多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 有没有可能是周边国家 跑到台湾来维修 我们最近来讲 不是常常发现到南韩的战机 常常出现在台湾吗 南韩战机出现在台湾 到底来干嘛了 它不可能说跟台湾在那边打架嘛 它来干嘛 可能是在维修 可能是在维护 它的备品等等之类的 也有可能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汉翔 是不是已经变成所谓的 四级的所谓的保修厂 或者是说 美国在亚太地区所授权的一个保修厂 那以后来讲的话 这算不算美国资产 算不算美国的技术 当然算啦 算的话美国要不要保护这里 这跟AI的概念是一样的 它之前F18大黄蜂还来过呢 是啊 因为台湾有相关的备品啊 以前在越战的时候 或者是说 以前在台湾的台南机场 都曾经有一些技术车 专门在维修美国的飞机的啊 所以技术人员有了 然后相关备品也有了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内 至少说不定还每一年 都可以跟美国的军用的仓库 军方仓库来调这些货 对 那这些货来说 变成是一个例行性 跟平常性的事情 那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军方的关系 会如交似漆的概念 所以我们像年只看到说 我们在AI的产业链上面 我们跟美国有一个供应链的关系 现在难道在这个军备上面 这个供应链也在形成当中 是的 没有错 军品的部分也是在形成供应链 我们之前有提到 美国国会以及美国行政部门 都在思考说 台湾可以协助包含制造 155榴弹炮不是吗 还提供到一些 比如说国际社会就使用了 特别是包含乌克兰这个战场 现在美国洛克希特马丁 可能为了乌克兰的F16 在那边伤老金 到底那边的话 要提供多少 亚太地区来讲 他可能无暇兼顾 无暇兼顾什么 台湾来帮忙 所以你看到最近这一笔交易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这是赖清德当选 然后就职之后的 第一笔的美国军售 代表拜登政府也是挺赖清德的 第二个概念可以说 美国的军用军品 跟台湾的军品是相互联通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随时可能要备战 要应战等等之类的话 基本上就不予匮乏相关的军品 好 主席 该讲拜登在接受 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除了在军事上面 在两岸问题上面 如果发生争端的话 我会介入 为什么他要特别强调 对中国经济的侵略 他讲说外面的人讲 中国有多么多么的强 中国多么多么好 中国的经济正在凡人们当中 他说give me a break 根本没有这么好 而且他讲说 中国已经too old to work 你已经老到根本不能工作了 而且你还怎么 你根本就你在经济在崩溃的边缘 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刻 讲这么重的话 对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分析跟判断 那这个事情对中国来讲的话 中国很难回应他这个问题 因为他讲的大部分是事实 这很麻烦 你讲拜登讲是事实 因为从我们刚刚 我们查几个资料 有一个有一些联合国的判断 联合国的分析 到2100年 2100还很长一段时间 还有三千块六十几年的时间 中国人口大概剩七亿 就是现在的一半 减一半七亿 到2050年的话 大概剩十亿 这怎么意思呢 中国是一个快速的人口负成长的国家 然后第二点来讲的话 你要知道中国现在的劳动力 它的劳动个别的生产值 其实是下滑的 现在下滑什么情况 我现在讲很简单 我们讲人口老化 我来补充一下 目前中国的政府所规定的 这个女性退休年龄 是55岁 男性是60岁 这个很麻烦啊 因为现在科技一直进步 健康一直不在 那你现在就 55岁就要退休的话 他未来要怎么办呢 所以他负担非常大的老年人口 他的老年是从60岁开始算起 55岁开始算起 他将来有将近20年到30年时间 要接受他的政府的养老金的资源 那不可能 政府一定会 政府不可能有这个财力吧 所以会变成 这养老的问题 会变成他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可是他共产党长期盯这个制度 所以他们现在目前在考虑如何延长这个工作年龄 工作年龄 像德国都延长到已经65岁到70岁了 67岁 对 这个都是已经在开全世界的潮流 可是现在中国部位所上不敢动这个东西 动下去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发生动乱 对 那公务员本身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靠公务员支撑这个制度 所以他讲的这个人口老化的问题 其实是涉及到他的工作年龄的发生关系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他现在讲到说 他这个经济要崩溃的理由 我觉得一点的不过分 确实有重大经济危机 因为他目前对外公布的所谓的 他的这个成长率都是5%左右 那其实全世界的客观的这种经济学家 知名的机构帮他估计都是1到2% 对 1到2%你这个国家 你就是表示你是负成长 因为中国他没有办法 他在低速成长情况之下 他的社会不安定的维稳的成本就提高 所以他有一个维稳的成本在里面 他维稳的成本比他的军费可能还要更高 所以这个很麻烦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实在上是处在一个危机的社会 所以拜登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 其实拜登他们这个美国的策略 其实他们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这个 大西洋月刊在有过一篇文章 这个有Longer Telegram 这个里面那时候曾经 当时有一个新闻 可能大家都还有印象 什么印象呢 就拜登政府从开始的时候 他就不断地召集 他在召集了很多前苏联时代的一些的 所谓的懂专家 所以要让中国经济崩溃 他就发现他们就找到了当时 苏联经济崩溃的理由 跟现在当时是这一两年前的事情 那这些专家就在分析 在所有的相关的系数 所有的参数来分析 中国会发生什么情况 他们会导出一个结论 因为这几年整个大变化发现说 中国可能会跟苏联当时的背景 非常类似的情况发生 他们内部会产生动乱 因为经济会崩溃 所以他的理由是 经过长期的研究追踪 发现了这个问题 目前你要看到最重要的 七月份的三中全会 看他开出什么结果 很多指标性的 或是习近平的谈话 就可以知道他的危机 到底在什么程度